萬華在昨天晚間發生了連續槍擊案 而警方趕往現場跟槍手邱國龍對峙 過程當中是造成了三人 以及一名員警重擔 而邱國龍在釋放人質之後是自盡倒地 當時萬華分局偵查隊長陳偉仁 因為擔心邱國龍開槍 他起身飛撲 用自己的身體來保護救人質 而警政署長黃明昭 他受訪的時候卻脫口說 槍擊案發生是在所難免的 引擎民眾反彈 人質被槍手釋放 槍黃逃出 整個人連滾帶爬 在地上翻滾了好幾圈 驗見他身上沒有任何裝備 就怕槍手邱國龍再度開槍 萬華分局偵查隊長陳偉仁 一個劍步匪僕上前 以肉身護人 旁邊員警劍狀立刻拿起盾牌 將人質團團包圍解護 19號晚間57歲腳頭邱國龍 在西門町開槍後逃到青山宮 連轟副主委三槍 隨後瑕疵人質跟警方對峙 過程中一名王姓袁警 右大腿重彈送醫 事後台北市長柯文哲也立即取消 晚間行程 跟警政署長黃明昭 台北市警察局長楊元明 前往臺大醫院探視關心 我想槍擊案件的發生是難免 但是警方絕對會有權力來偵辦 而且有決心 有信心可以來偵破 面對如此重大槍擊事件 黃明昭卻脫口說出難免的 對比以身護人還有中彈的員警 聽在民眾耳裡 像極的風涼話 紛紛炮轟他身為署長 講得好像發生槍擊案很正常一樣 不過一名在場員警透露 當天警力部署有問題 我們發現說警方在現場管制上 並沒有做得很到位 一開始並沒有拉封鎖線 附近的民眾跟記者 都可以自由的進出走動 甚至還有人拿手機 在警匪槍站的現場拍攝露營 那相當離譜 就怕子彈不長眼 一旦嫌犯開槍掃射 恐怕會造成嚴重傷亡 冤警事後檢討 應該要按照SOP攻堅封接 疏散民眾分工明確 而有民眾在當天十點多時報警 要求加強西門町周邊巡邏 目的是要警方維持房價 消息曝光之後 他也被一票網友圍剿 拋轟他價值觀有問題 都什麼時候了還知 想著房價 記者綜合報導 唉 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